圣诞节快到了 12号上午台东市长张国舟 特别前往了天主教救星教养院 除了送上生活物资表达关怀慰问 活动当中也和院生一起进行手作课程 作品将用来当作是圣诞节的装饰布置 并且发送小礼物给每位院生及工作人员 希望大家提前感受到耶诞节的快乐 送物资也送上关怀 台东市长张国舟12号上午9点 前往天主教救星教养院 除送上生活物资表达关怀慰问之意 活动中也与院生一同进行手作课程 作品将用来当作耶诞节的装饰布置 并发送小礼品给每位院生及工作人员 希望大家能提前感受欢度耶诞的快乐 在这个圣诞节的前夕 今天个人非常感恩及高兴的心情 率领我们台东市施工所 我们社会课我们所有的团队 可以到我们救星教养院这边 来祝福表达一点松一点物资 表达我们在这圣诞节前夕 表达一点心意 施工所与每年耶诞节前夕 接会策划一系列关怀长者 及社会弱势的活动 将社会资源及关心传递给他们 首站来到救星教养院 张国洲与院生们一同动手 进行手作课程 运用报纸 石头等资源回收物 做加工处理 完成后将作为耶诞节的装饰物品 他们在资源上都非常缺乏 尤其我们看到我们一些孩子 他们中度麻痹的 行动不便的 但是人一下来都是公平的 我们直接要接纳他 排斥他 我们也不能排斥他 在现今我们的行政部门 在资源上真的是非常有限 所幸都要仰赖 我们程度今天 救星教养院 那么既有爱心 在林修尼的领导之下 救星教养院 在台东之后 照顾目前无数的 我们脑性麻痹的 行动不便的孩子 过去都约18岁以上 现在我们今天所看到的 已经接近三十几岁了 但是我们总不能因为年龄 超过了我们就来排斥他 那这就不行了 今天站在我们行政部门上 我们都要全力给支持 救星教养院 目前在台东地区 已经有42年的历史 那服务的基本上都是 以台东地区重度跟极重度的 这些身心障碍者 那基本上我们是 以脑性麻痹的一个 就是所谓服务使用者为对象 那我们现在的一个服务对象 的话其实从早年 就是服务到现在 也从就是他们年纪小 一直到现在已经都超过18岁以上 那目前也超过了 三分之二这样的一个比例 那基本上我们现在 在服务的过程当中 从过去的教养 可能慢慢的会转换成 就是所谓的养护的一种模式 也因为他们年龄大了 那很多的一些功能跟机能的 一些萎缩跟衰退 所以也导致就是说 我们在服务上面 可能需要的一些资源 跟设备设施 都有必要性的去做一些 所谓的调整 以在这个服务的品质上跟安全上 能够达到一定的保障 目前的话有一些民间单位 他们在这种节庆的时候 像年底啊或者是像圣诞节 比较多会有民众看到这样的一个讯息 但是就是说 我们在这边的一个需求上 也诚如刚刚所说的 在孩子年龄越来越大的情况之下 每一天他们的一些耗费的一些生活用品 其实他们的一个比例 跟他们的使用量也日趋增加这样子 就是我们做社会福利资源 因为毕竟孩子365天 24小时都在院内 所以细水长流的资源 其实对我们来讲是比较重要 而且是必要性的 结束访问行程前 张市长也向教养院工作人员握手道别 表达对他们工作辛苦至上最高敬意 结束温馨充满回忆的关怀活动 记者潘君伟 台东市报导